好 今天的干爹是 灰夜的Animassage Animassage 我觉得它名字超可爱 超可爱 就是Animassage 爱你耶 爱你耶 也要爱你 爱你就要爱你 就送妈妈这种超棒的 Anyway 我觉得这个Animassage 超可爱 我很喜欢 它设计超小 而且很好收纳 而且放在我的肩颈这边按摩 我们现在一边录一边正在按摩 超舒服 真的很舒服 而且你知道 它这个设计呢 就很有巧思 因为它把这个 如果你的口味比较重 你就把它拉近一点 对 用力往下 如果你想要按头的话 你就把它的角度往上 就这样往上 手举起来就好了 压头 而且就像凯莉说的 这台设计真的非常的聪明 这台机器它两边 有两条带子垂下来 然后就是一个环 你可以套进去 然后自己调节长短 像我现在就是手 变得像迅猛龙一样 大家自己看萤幕可以看到 就是让你的手可以挂在上面 所以变成说 你在用电脑啊 工作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一边按摩 一边使用 超级超级的舒服 我觉得Animassage 最酷的地方在哪 因为很多人家里比较小 它没有空间 就是放一台按摩椅 或者是它预算没有这么高 所以就很适合买这种 很轻巧小台 好收纳的 按尼玛砂机 其实身体很多部位都可以用啦 当然我觉得肩颈最直观啊 当然很适合 你知道单身 或者是夫妻结婚久了 已经不太愿意碰对方身体了 就只要自己来按摩不求人 我觉得放小腿也超适合的 对吧 不过我觉得最需要的 应该就是我们的剪辑师Steven 他看起来每天肩颈都超紧的 因为他就是越来越 萎缩 对他有种萎缩 你会不会觉得他越来越矮的感觉 因为他走路就是攻着背 我觉得他需要一台这个 让他按摩放松一下 你知道吗 没错因为他一拉就有感肩颈 松软软 在押韵你要RAP了吗 来开始 红光探照加热只要10秒钟 好烂 这哪里有压余 这没有压余呢 变成树莱堡 不过他这个红光开下去 真的超舒服 就很像那个热毛巾 放在脖子后面一样的感觉 好 仿身指压按压 就像按摩师帮你用指腹跟指关节 按你的僵硬肩颈 上网搜寻灰叶的 Animassage 按你马杀机 我跟你说 其实我超想要买一台 送我爸妈的 而且他盒子做得很可爱 就很像一个Cake Roll 很像蛋糕一样 送给他们 他们还会说 这到底是什么啊 有种惊喜感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蛮像情趣用品啊 你看这个配色 然后Animassage G G是哪里 我怕这段 都会不会被剪掉 Anyways Animassage 从肩颈松到你心底 原价4980 按你价值要3980哦 即日起到5月15号 惠燕母亲节超杀优惠 消费满6万 再则1万2 还送凉风空气清淨机哦 今天的干爹是 代理专业录音器材的 宜佩科技 大家看我们平常的YouTube就知道 我们现在换了很酷 很新的Mic Arm 有没有 这是Yellow Tech的Mic Arm 他们超帅 就是每一个人来都说 Oh my God 你们录音室 整个升级 质感升级 连呱吉来都说 我也想要 只是他现在还没换而已 迟早都会换 没错 所以宜佩科技 它其实代理很多知名的品牌 比如说专业录音机啊 无线麦克风 耳机 监听喇叭 都有在他们的服务范畴内 他们服务的对象呢 其实不只是传统的媒体公司 像我们这种新媒体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企业的需求 可以找他们做客制化的咨询服务 没错 你的最佳录音伙伴 就是宜佩科技 那个Benji可以找你喝咖啡吗 Benji 他叫Benji 可以啊可以啊 你跟他说一下 Benji你好可爱 Benji你很可爱 你也好红哦 太微春天了 那他马上就要走了啦 就一次性OK啦 对啊 可以当一次性的 嗯 再约啊 好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我们今天很开心 邀请一个老朋友来我们的节目 就是最近又爆红的 怡辰 怡辰 大家好 怡辰 对就是老观众 如果有看的话 就是知道说他在我们 炒创期就来了 对不对 第几集 对 这很早 我觉得就是 还是双位数的时候 搞不好是50以内哦 因为是第一年 这么早 绝对是第一年的时候就来了 没错没错 对他那时候跟妖妖一起来嘛 就聊了很多就是 小丑医生啊 还有其他就是 刚开始做喜剧的事情 那时候在当嗨咖经纪 对对那时候你还在当嗨咖经纪 哦对那时候你满嘴都是嗨咖 哦对啊 嗨咖长嗨咖短 对你就是说你 没有别的想法 你就是为了嗨咖可以做很多事情 没错啊我是他的服务人 哈哈哈哈 我我很喜欢他诶 就是你上次讲过 今天我要问你别的 我跟你说那为什么 我这次会主动问怡晨 要不要来一方面 是因为他最近在那个reels上面 有超多 对Instagram上面有超多 那种音乐的短片 对对对 就是流量有够好 就什么五六百万那种 你知道他的IG 个人IG已经超越我超多了吧 真的还假的 真的啊 超越你 超越我 你现在已经比我红了 我跟你们说我是从1.4万 然后因为那首歌涨到10.5万 耶 Holy shit 他比你还厉害 没有没有没有 有这超强的耶 Good job 很厉害 恭喜恭喜耶 很为你开心耶 谢谢 超棒的 而且你那首歌里面还唱了虾皮 然后虾皮真的就来了 哦对对对对对 对但我找你不是为了这个啦 哎呦 你跟我说这样啊 你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从头来好不好 我们我们先问一下就是 自从自从他上一次来 前夕好短 对嘛 要慢慢来 凯莉这样子 好短 对不起我阿姨 对come on 我今天没什么耐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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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好凶哦 不行不行 好再给我倒一点 好好好慢慢来 先放下 好啦就是从上一次来 那时候你还在当嗨咖经纪 到现在 你 自己在做音乐喜剧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一过过来了好不好 好多事哦 我好辛苦 哈哈哈哈 怎么了 来我们听你速度 对 什么什么 对你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音乐喜剧的啊 第一次自己开始 哎第一次其实是 因为我大学时期就有在写歌 然后就写那种 比如说我那时候 是芭樂歌还是认真的歌 我那时候比如说奶头 失诊 然后我就写一个奶头很痒的歌 那蛮芭樂的啊 你在说什么哦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搞笑的成分 对 然后是其实是呢 这个就要归功于 就是前男友的部分 都是菜头 哦上一个 因为他就是 我也只有两个 两个麻醉所以要问 然后然后我就是因为他 然后他说 你这种这些歌 就是很适合搬到舞台上 嗯 所以是他鼓励你 他鼓励我 然后你红了后就把他甩掉哎 没有 很标准哎 不是我甩掉 好吗 哈哈 怎么 没有是互相的觉得 互相甩掉哦 互相觉得要分开 通常甩人的那个都会这样讲 哎 你把他笑过来 你把他笑过来 你 他还笑过来 你说红紫焦吗 哎 叫错了 叫错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因为都戴眼镜都认错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频道好大 我这样压力很大 来喝点喝点 你们一直提到 来来来 焦哥的名字我要要到 没事没事没事 那我们慢慢来慢慢来 所以你开始唱歌 你一直想要直接读进来 你先喝 前世好快哦 对啊你上次来的时候还 还单身嘛对不对 那时候刚跟蔡友在一起 可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这样 哦 那时候这么 哇 对 哦那那时候他就给你这个idea说 哎你要 把这些歌拿到舞台上面唱 对 那你刚开始唱的时候 哦那个台湾台湾应该 几乎没什么人做这一块吧 那时候 其实真的偏少 年轻一辈的比较少 之前就是达康达康达康 他们有做过这种 就是音乐喜剧 而且他们现在还有在做即兴的歌 即兴的歌 即兴歌也太难了 他们很强 即兴你有唱啊 艾尔莱银酒歌 那难到爆啊 那难爆哎 哎可是其实我音乐 音乐喜剧才终于觉得 自己原来可以当喜剧演员 因为我以前在讲单口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烂死 因为这一段对话我们讲过很久 你记得吗 你记得我们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演侄女嘛 侄女的逆袭那个秀 然后凯丽你对着怡辰说 你单做多口 单口喜剧烂死 当然不是 我说 我说你一定要继续做音乐喜剧 因为很可爱 我说你长很可爱 表演可爱 唱歌好听 就是你一定要继续做 你记得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形象很适合 这个形象一定会红 我记得 然后你就跟我说 可是我觉得无聊了 我不要再做了 我那时候就要说 对 然后我就说 你无聊你可以继续做别的 可是这个是你的本 你一定要继续做 你就说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然后我就想 干瞎妹 然后怡辰 我找到自我了 我超想把你摆眼 我那时候确实音乐喜剧 然后一开始做月老之歌 关于告白 然后就还蛮有一点点小声量 然后 可是做就是做就觉得 怎么写不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好遇到凯琳 卡关吧 卡关 然后觉得挫败了 我怎么写不出来了 所以我改去做短剧 然后 其实这个出家呢 这个出去做短剧呢 对我现在来说 帮助也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发现 我的思考 写段子的逻辑都是短剧 就是我的歌全部都是短剧 其实是 其实这样很棒 对有故事性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一次的出家 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对对 其实我以前在大学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大学我最喜欢的一个喜剧演员 其实是一个 也是音乐喜剧 他叫Steven Lynch 然后他的东西就非常的 好笑 然后有的东西会很低于 然后他的东西就像你说的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性的 他会唱什么 耶稣的故事啊 然后唱一些什么 有没有的 他或者他的弟弟头 其实是撞到的 所以他是 一个智商有残缺的人之类的 可是就很好笑 那他后来就发现说 原来那个 他弟弟的头撞到 因为是他害之类的 反正什么样的梗都有 然后就觉得很好玩 也是一个短剧的逻辑 他就一个短剧的逻辑 然后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这样 我很喜欢 对 而且我深受这个日式 搞笑文化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达康吗 这个为什么 也是因为这菜头 菜头很喜欢 就你前男友 真的啊 你前男友给你很多养分 你就把它吸干 以后就把它提开了 你为什么要把它吸干 就丢掉了吗 我没有丢掉 是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 看起来 因为看起来你们就是 形象很搭的啊 跟菜头这样分手比较伤 还是跟黄梓娇分手比较伤 开丽娇 娇哥 因为菜头 你跟他分手以后 立刻写一首歌嘲笑他 然后爆红 我们要嘲笑他吧 就是开这个关系的玩笑 开这个玩笑 对对对对 就代表你可能走出来 才会拿来创作 可是你跟黄梓娇的新闻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看到任何歌 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 因为是去年八月就发生的事情 八月六号 哈哈 你也记得太清楚 下午大概三点钟 Holy shit 哈哈哈哈 好我们再拉回来好了 谢谢你拉回来 我真的谢谢你 因为我要拉回来 我要问说你最一开始是怎么样 监督皇子交关系 哈哈哈哈哈哈 哪里 哪里 不是要这样拉吗 好那就是因为豪平嘛 因为哈哈land的关系 嗯豪平有一个秀叫哈哈land 音乐剧嘛对不对 有脱口秀 然后他跟怡晨合作音乐剧的部分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帮 郝平开场 嗯 然后因为郝平的人脉嘛 就有很多艺员们会前来这样子 是 那就一定要留到这边这样 那这个篇幅可以不要那么多吗 哈哈 篇幅是你自己决定的啊 对然后我们觉得不够 我们会继续问 所以娇哥有来这样子 然后对 他就是我一直很景仰的前辈 对对对 很景仰他 到现在都还是 到现在都还很尊敬 他一直在抓 他一直在抓他的裙子来喝酒喝酒 到底你们到底要不要灌多醉 我没有在灌人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有去看那一场 我觉得非常可爱 我觉得蛮景念的 你那时候跟我讲啊 对我就说哇这个一层比 好像平亮眼没有啦 哈哈哈哈 可是好凯莉你来的那一场 你跟呱吉对不对 对 其实我看到你们超紧张的 我知道你在老男孩直播上有讲 对 可是你看 你说看到两个很紧张 但你只有说你非常紧张呱吉 有写情书给他 但你根本不在乎 哈哈哈哈 我都听过了 哈哈哈哈 哎呦 但因为你们两个的关系 我就 因为你们就在正中间 就是我的眼前 嗯 欸我那一场是所有台北场的眼睛烂 什么 所以都是我害你 哈哈哈哈 没有我的问题 我抗压不够 没有 因为你就是对呱吉 好像有性幻想什么的嘛 没有啊 所以完全不是呱吉的问题啊 为什么你对呱吉会有性 你对矮矮的男生都有性幻想的意思 对啊 不是 没有啦 你第一任多高 你第一任多高 你超级长得蛮可爱的 You deserve a better person 欸我第一任有186 诶那Benji差不多嘛 Benji有多高 诶可以哦 187 Benji更高 而且我 好 不要再讲人家坏话了 好 哈哈哈哈 就这样啦 那为什么对呱吉会有性幻想 也不是性幻想 只是觉得这么感性的男人 然后懂生活浪漫很有魅力 哦 所以你也不会嫌她说 就有点老这样 蛤 你说她现在要跟我怎么样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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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哦 对啊 她爸你 要结婚吗 要干嘛 要结婚吗 就是去喝个咖啡 然后她对你就是 小小 date 摸来摸去哦 假设 你说摸摸头这种的吗 这样 各种头 摸摸头应该是你的 这里吗 这里是你的开关 摸到就很开心 对不对 开心啊 真的 开心 好瞎 天哪好瞎 欸这 这比我还瞎欸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没有就是 呱吉是可以 那种约会的对象 就如果是这种的话 OK 这种type 但是那种在一起 可能没有办法 OK 对啊 或结婚也没办法 为什么 太感性了 不是啦 因为年纪差啦 看起来不好用了啦 欸不要这样讲 体力有差就对 对啊 别这么说啦 不要这样讲 好那所以你那时候 哈哈Lan的时候 那个黄子教又来嘛 那他就觉得说 欸这你感觉蛮有潜力的 想要谈合作是不是 对对对 没错 那你那时候 为什么会愿意 就是加入一个 算是艺人开的 旗下的东西 因为你在做喜剧嘛 对 他那时候问你 说天哪 全世界最好的机会 还是就想 蛤 就是网路人去做传统媒体 会不会不合 你那时候怎么想 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是念台义广电 然后那时候 广电系 就是Lulu的科系 然后出来 就是那种名主持人很多 然后我就一直都 也很想要成为主持人 但是我是因为想要成为主持人的路上 然后想说来 做做看Open Mind好了 然后就一直开始做喜剧 就歪掉了 那跟我一样欸 就跟你的那个 技能术就走歪了 走歪了 然后我后来 是遇到焦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欸其实 主持人是我最开始的梦想 然后 你觉得他可以帮你拉回来 你歪掉的路 但我还是超爱喜剧 所以在跟他们去工作 或磨合的那个过程 让我觉得 欸我好像很不适合欸 就我那时候是这样觉得 就一直觉得 自己做不够好 可是那是开始之前嘛 我的意思是开始之前 你愿意跟他签的那个契机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很想哄 我一直都 是想要靠目前这件事情 靠表演在台上这件事情哄 啊已经走投无路了 就是一直在po段子 啊也没有人看 啊怎么样都没有人看 啊那我会不会去跟一个 大前辈这么 德高望重的前辈 这样子工作 会不会反而比较有机会 所以一定是啦 因为最快啊 绝对是啦 就像很多人到最后没有办法 然后就去签经济公司之类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啊喜剧可能可以当 就是晚上在做的事情吧 那我可能其他的主要的时间 七成八成的时间 花在去电视那边 去主持什么 会不会是一条新的路 会不会让我整个人的 曝光度有点比较高 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你说 哎如果来的话 你可能可以 他有保证说 有画一个 哦因为那时候 焦哥其实有 呃他有一个节目是 历史那种 比较教育文化类型的节目 那另一个节目就是 焦心食堂 那焦心食堂是 我一直都有在看 就是我喜欢的明星去上的时候 我都会在看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也很爱看 然后那时候 我还以为他 他可能会把我拉去 那个教育文化 因为他 那个那个节目是比较 可能那个叫什么呢 档 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看的那个档 那就叫什么 对 我这样讲会说错话吗 不会啊 因为那个真的是 大家 就是以娱乐性来 焦心食堂一定是大家知道的 以娱乐性来说 大家一定是看焦心食堂 而且还有很多大明星会去光顾 对啊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 既然是要 先去焦心食堂的时候 我整个意外到不行 所以他在跟你签的时候就说 哎你 如果签的话就来 我们没有签 他就说 哎我希望你可以来 焦心食堂一起玩的 对啊我很意外 哦那一定超爽的啊 对啊 这根本不用考虑 听起来就是不用考虑啊 这次感觉就直接签了啊 对啊 那结果你真的有去焦心食堂吗 去啦我去了三个月整 整整的三个月 你都有出现在目前 没错 没错出现给他出现 怎么样有没有爆 那你觉得去爆三个月 你有觉得有变红吗 嗯 还是你那时候变到一万四 就是 然后就是靠那个 不是不是 其实没有那个 那个没有让我知名度变高 但是累积了很多经验 像是什么经验 哇跟大明星讲话啊 你要在大明星面前唱歌 你要在徐佳寅面前 在彭佳寅面前唱他们的歌 然后要访问他们 然后因为焦哥有拍给我一个功课 是每一次的节目开场 我要为他们写一首歌 哦哇 这蛮硬的耶 蛮硬的 然后还有以及就是他们 因为我会先看他们的仿纲嘛 脚本 所以我可以先透过他们的脚本来写歌 所以我一集要准备大概三四首歌 都是自己写的 然后要在节目里面唱这样 好硬哦 那你有没有印象最悲惨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开这些明星玩笑 你抓得到线吗 对啊 他们的线会不会很难抓 哇这个很硬 而且你这个歌词有需要先跟对方沟通吗 还是就是直接唱 没有 但是开场那首歌会先给焦哥他们听 这样说这次的歌词写好了 他会不会打强说 这不行 有时候会啊 那你还有多少时间改 有的时候我到现场 然后 就是给焦哥看其他的歌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好 那我可能要赶快改 或是什么 就是现场可能 这20分钟会要录这样 哇 那你会不会有跟制作单位吵架过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超好 就是该要留着啊 不会不会 因为我觉得 焦哥一点都 就是很有他的道理 所以你是会被说服 你不会坚持说 我是创作者 你不懂这样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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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会 干嘛啦 你不会 没有没有 你不会有点讲太多次 我没有不相信你 因为我现在开始有点晕了 你讲一次就好 你刚刚讲四次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中间应该是有被摸头的 好啦我们来到喜剧好不好 来来一边喜剧 好 这个过程啊 这个就是喜剧啊对我们来说 这个过程很酷欸 但很酷 然后接触到很多大明星 但是同时的我其实压力还蛮大 这绝对超大的 你一个礼拜有录几集 一集 然后直播 可是没 啊直播 哇靠 因为那一阵子疫情很严重 所以大家都戴口罩 其实 那你唱歌的声音要怎么出来 就是有别的那种迷你卖 但是其实这个口罩底下 我脸烂掉 就是我压力 我从来没有烂斗成那样 然后就是看到自己的脸会哭的那种 真是好丑喔 这样 还好有戴口罩 对对对 那你记不记得 你印象最深 就是最惨的经验是什么 就是对方可能很不开心 是哪个来宾 没有很不开心 但是有我搞砸的 搞砸你怎么搞砸 两个来宾两集 搞砸两集 一集是戴爱玲 一集是戴佩妮 怎么都姓戴 是是是名字唱错吗 不是 戴佩妮笑成戴爱玲 哇 其实我记得是 好像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因为要现场谈那个 怎样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那个 那首歌很好听 很好听 然后我一直唱错歌 就是我一直把第一段的歌词 跟第二段的歌词合并 然后唱错 然后他们一直觉得 你怎么一直唱错 然后一直重来 我还是唱错 大概到第三遍我才唱对 可是在直播欸 在直播 所以那个过程很 很烦 就是让观众可能也觉得很烦 然后让来宾也觉得很烦 那你有看到那个直播的人数直接下降 其实我看不到直播人数欸 但是因为戴佩妮超好 像他那天就是 心情很烦 所以他那个 我现在吉他上还有他的签名 就是他那天 人超好 所以这还好 这只是唱错歌词 有没有更惨的 有没有唱到歌 然后直接冒犯到人 没有冒犯到人了 但是光这样子就足够我一整天 可能那天就睡不好了 就是太丢脸了 我到底在干嘛 这样子啊 一定啊 这个那个那个 那个超自责 那个肩膀 哦这听起来 这个压力连我 连我都没办法承受 因为我觉得直播的压力 直播的压力真的太大 我们路人不是这样 没有办法承受这种 我们很脆弱 我们是草莓 直播太难了 不 你要我们现在在什么 这种超强什么 假设Dave Chappelle面前 什么录Podcast 我们应该会超赛吧 对 他如果来我可能就直接抖 对啊 然后讲英文 就卡住这样子 对啊 而且什么戴佩妮戴的灵干 他们都超强的 他们是一线的 对啊 对啊 然后可是娇哥很常会 就是那个录完的时候 娇哥都会传很多讯息 然后会告诉我 今天哪里可以好 他真的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跟我交 而且他那时候 女儿刚出生 我就觉得哇 很不好意思 就是让他一直这样子 我那么让他担心 要交这些东西 对啊 我们有跟 至少我记得是 我们有一次 跟那个黄子娇 有录过影吗 我有看你们那个 我有看 那次我也觉得印象超好 但他超强的 他超强 他有做功课 我说我们谁 你谁 然后你居然做了我们的功课 而且他都可以把我们乱讲话 然后就是帮我们下一个很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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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的节语 对 想说也太强了吧 很强 就瞬间收 冠冠冠冠冠好像不是好好的意思吧 不是的 至少蛮正面的 帮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原本讲的很歪 而且我们会飘走 然后他会拉回来主题 然后再下一个标注之类的 然后继续 就是不会 就是有我们的风格 但是又不会太冒犯人的表情 对 然后还让节目可以在电视上播出 然后继续走下去 我那时候真的吓死了 因为我在他旁边 然后我看到他活生生的在访问人的时候 活生生伴雷 在访问人的时候 还可以就是马上再看接下来的东西 然后让他一边讲的时候还可以一边说 那你怎么样小小吐槽让他好笑一点 然后再继续接下一个活动 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太多功了吧 那个脑袋 对对对 经验累积 那现在他这么照顾你 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为什么你要离开 我真的很谢谢娇哥 真的 好我们知道 你再讲下去就听起来好像你被什么诠释了 对啊 不要再假了 我没有假吼 那不然怎么 不然什么事 为什么要离开 是不是压力有点真的太大 无法承受 其实其实真的是 其实那时候是三个月的试用期 就是娇哥说三个月后 我们再来看看彼此要不要来合作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真的没有签约 那那三个月后之后 那娇哥就有问我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那他觉得我们的路线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就讲 为什么 怎么说 因为我很认同他当时讲的话 但是我 他说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心思很敏锐的人 所以他有感觉到 我其实很不适应那个环境 你说在那个做live然后唱歌 对然后后来还有跟着他去主持另一个节目 就是成功有跟他两个节目 然后他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但我猜他应该是有感觉到我没有适应好那个环境 然后加上 就是我真的说真的 我虽然大学的时候是想要做主持 但我现在回过来看这一切 我觉得我最爱的是喜剧 这样 所以 一开始爱错对象 对 但 但也是因为主持才认识喜剧的 这样 然后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 好吧 那 虽然这样路线不同 那好像就 不用合作 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什么 突然就解约什么 本来就没有签约 对 本来就没有签了 那时候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痛苦 就说 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又要自己放弃了 然后 因为可是这决定是 自己是个loser 可是感觉觉得 啊对 因为 这决定是对方 应该 讲起来算是对方下的吧 但我后来就是 去 听了他们助理的说法 他们的意思 其实那个 那个 那一段讯息好像又 唉 我讲太细啊 那段讯息又有点像是在 我不太懂 所以 测试我 你跟 焦哥那时候并不是 面对面的 嗯 是讯息 语音 是语音讯息哦 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说 唉那我们 我可不可以去 约出来吗 对啊去找你 然后我们聊聊 接下来的那个 但是他真的好忙哦 我真的很拍谁会 占用他的时间 OK 对 但那我那时候就是 就是有的人说法是 其实他是在测试你 有没有 真的很想留下来 对对 很想留的话 你可能会fight for it 真的跟他约出来这样 对 结果我竟然就说 好啊 那就没关系 那你自己内心 就代表你自己内心 那时候本来就有走的意思 我觉得好像扛不了 你三个月的时候 你在第几个月的时候 发现自己可能扛不了 没有 我那时候到第三个月 在焦哥传那个语音的时候 之前都觉得你扛得下去 我都觉得扛吧 就这样了 我可以因为这个红 那我得扛吧 我可以因为这个赚钱 我扛 结果传的语音 突然觉得 诶 怎么觉得重担都不见了 好舒服哦 其实是开心的 对就觉得好 收一口气啦 我专心做喜剧吧 我不相信喜剧不能让我养活自己 我要试看看这样 这是 那这样一生玄命这样 蛮厉害的 就是 有责任我就扛到底 如果突然不需要了 我也可以立刻转念这样 对 那时候就是觉得是这样 那你是收到那个讯息 还有在问其他人说你觉得是怎么样 然后跟他比较熟的 什么助理什么的 就才跟你说 其实这是一个test吗 嗯 没有人说是test 但是就是 是很后来就是 跟人家聊起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会说 诶 你干嘛说不用 人家在测试你而已 你觉得他会 白白花三个月再 栽培一个新人吗 然后最后还说不要 你觉得人家会这样 就很多人一直告诉我这个 不会啊 我们超常干这种事 对 Bendy马上就走了 你刚刚说到有个小故事想跟我们分享 那是什么 对啊就是那个 关于PTSD的事情 嗯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创伤后症后群 对 你要先说一下 因为就是你跟 呃 娇哥等于是没有合作之后 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新闻 就开始 对 那时候新闻都写什么啊 我想到了就是 好心被雷青 新人断送自己的演艺生涯 那是有人下这个标啊 然后然后我就 可是这新闻到底是谁留 怎么会这样下 我就很想要跟大家说 因为不是有 我那时候听 一些人来上这个节目 然后他们因为还蛮有名气的 所以他们会说 诶不知道我的话可以去Google 嗯 我跟大家说 大家不知道我的话不要去Google 哈哈哈哈 我可以告诉你所有 我的事 你不要去Google 拜托 你讲大家就在Google了 不要 好 不过 那我想要听你这边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刚刚听起来就是没有要合作嘛 然后对啊 然后娇哥也说 诶你可能不适合 你就说对 我可能不适合 这样听起来还好啊 然后你就肩膀重担放下 那为什么会有后续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媒体报导的都是很 很单方面的 嗯 他们都没有 我很好奇他们在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记者来问过你的想法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吗 会不会是他们其实有私讯 没有 然后你都不看 不可能 我那 我那 1.4万是有什么私讯 没看 会漏看 哈哈哈哈 也是 对啊 所以 所以没有 然后 嗯 他们那边可能有一些新闻 这样 然后 嗯 对 那如果媒体那时候有来问你的话 你会讲出什么样的话 你会讲出什么东西 嗯 我会说其实不是这样 然后是因为 因为觉得 路线不同所以不合作 并不是大家讲的 说好心被雷青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确实做错 但是我也没有 错到他们那样子 那么坏 我不是坏啊 但那个 那感觉是我很不珍惜这个机会 但 也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在 那在 这个事件 因为刚刚听起来 因为刚刚听起来 那三个月你是很努力在拼 然后想说有责任 是想要说 如果真的钱就扛下来 对 但是也不是 也不是说不珍惜这个机会 是应该是说 在那个 事件爆发之前 我们就决定没有要 有经济约乐 OK 所以其实都不是大家 表面看的那样 但一方面我又很 我听豪平讲一句 他说 还好你在不红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超有道理 对啊 豪平也是蛮不错的 等一下这个会不会害到豪平啊 不会啊 因为这句话蛮重肯的啊 这句是对的啊 这句话没有 逻辑上完全都没有错啊 他说你没有把 因为你还没有到 一个事业的一个 蓬勃期 对 那你能想象凯莉发生这件事情 会怎么样 凯莉 现在的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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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惹到 哪有没有 就是 假设皇子交好了啦 我们如果都在这个topic上 好 这样讲好了 因为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觉得有点 世代上沟通的落差 所以对我来 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也有惹过一位大前辈 那我那时候主要是做 口译啊 主持 然后接很多案子 所以我靠很多的这些 很喜欢我的长辈 发我很多案子 他们有的甚至会为了 喜欢支持我 创造出案子来让我做 这样的这么支持 可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有一天 对方就突然生气 然后就说 我就是一个很没礼貌 很失礼的一个后辈 他这么照顾我 所以好心被雷青 也是他们的角度 可是 其实我真的希望 这整个娇哥的篇幅 可以 可以简短一点 原因是因为 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然后我不希望 大家会因为这个 这件 这个那么大的平台 看到这个事情之后 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不太简单 没关系 我们会处理 没关系 我们后面也聊很多 但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我觉得你那个 PDSD蛮严重的 就是那种 创伤后症后症 我真的超常梦到 我超常梦到娇哥 我现在讲讲都很想哭 就我真的很常梦到娇哥 我梦过什么 我随便举两个好了 我比较印象深刻 就是可能 我去路过FeeChill嘛 然后有黑家家 还有陆广仲嘛 然后对面是陆广仲 这边是黑家家 然后我们大家在那边聊天 然后都很开心 然后突然有人说 可以小声一点吗 然后我就站起来 小哥 然后还梦过一个是 我在一个商业 然后本来都很high 就突然人都 可能第一首歌唱完之后 人都慢慢走掉了 为什么 然后突然就看到焦哥来了 然后他们 他们一群人就站在后面 然后看我表演 然后因为人都慢慢开始走掉 然后我就很冷场 在他们面前大冷场这样子 嗯 哇 这大概是我上礼拜梦到的而已 就是我 其实就 哇已经半年 就是 还在 对 因为我很不想要我这个误会 但是 可是你刚刚讲起来好像是 焦哥会在那边叫你小声一点 这样子 就觉得你很吵 这真的应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绝对没有啦 因为他对我很好 所以 那是我梦里面的 我觉得因为那时候 那三个月 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吧 对对对 对 欸那你如果现在 因为未来一定还是有机会会遇到啊 一定有 你会想要当面跟他说什么吗 有 我其实已经都想过了 我想要 等到我可能有一天 站上很大的舞台 Legacy 或是TICC 你刚刚说我们这边是很大的舞台 哈哈哈哈 我说是平台 我说是专场 我觉得很难过 还是现在我请焦哥来这边 在我正对面 你可以哦 跟我一起对谈 跟我一起交进食堂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有天办到很大的专场 然后我想要请他在台下 然后我最后会想要讲 呃 很 感谢很多人 然后我会谢谢他 画一个小篇幅 就是好好的谢谢他 那为什么不现在也可以做这件事 就这两件事情可以同时啊 有啊我一直在说啊 我真的很谢谢焦哥 这样子 虽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 但 唉 但 嗯 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欸 有机会的话 但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够 结束后你有私讯过他吗 唉其实新闻出来是焦哥本人来告诉我的 哦 ok 对 他他你看他很 对啊他很照顾你 他很照顾啊 他就提醒你说 欸现在有这个事情 对现在有这个事情 这样叫我也要 那可是你有 你有私讯跟他说 有啊有啊 但其实有点 唉 对啊 我的问题 对 我做错了 那你会不会想要就是 比如说带个小礼物啊 然后亲自去找他 有机会一定要 然后我觉得那是 我觉得自己足够好的那一天 为什么一定要足够好 对我 我其实不太懂 对你为什么一定要觉得我要 我要站到什么舞台 我才做这件事情可以同步 你知道这不冲突吗 因为我不想要有一种 好像是我现在还很差 所以我想要拜托他 给我什么 蛤 可是你又没有在拜托他 对啊 你只是想要跟他 你只是说 欸我真的很在乎你 我还会梦到你耶 真的很抱歉 我那时候很瞎 对啊就这样 对啊就 把事情讲开之类的感觉 可能 可能要再给我一段时间 我现在走不出来 哈哈 对啊 唉呦 好好好 给过给过 来来来来 我剪很多了吧 我知道 来来来来 帮我剪掉 剪掉我 呵呵 呵呵呵 我们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呵呵呵呵 好那 那我们聊一下你的那首 谢谢你 现在帮我们的分首歌好了好不好 谢谢你 好你为什么会写那首歌啊 你那时候有写这首歌 之前有跟蔡头鲜讲过吗 呃 一定有的吧 应该是说 我们都是喜剧演员 所以有默契 就是 所以不用讲 分首一定要写歌的吧 我们还有演蔓才哦 分首蔓才 我可能这一周会PO 分首蔓才 哦好酷哦 你们分首以后一起演蔓才 一起写蔓才 叫前任关西 我们是前任关西 这样子 哦好酷哦 对啊 你们要组成一个团体了吗 没有我们就 那那个 那一个限定了 哦 应该是直出那个段子这样 嗯 对 那个那个段子你喜欢吗 很喜欢 那个段子在讲说 未来去约会的对象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再扮演看看这样 哦好可爱哦 这好酷哦 对对对对 你们走 你们 一起创作这个 不需要有疗伤的过程 对你们走出来 速度有点快 对我们走 你们是同时两边都出轨是不是 不是不是 听起来是吧 对不对 听起来是啊 不然怎么会这么快 就get over 还可以一起创作 这知道吗 因为你创作是你要挖掘 你说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一星 所以我要找一个超高的 没有没有 是没有的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不是不是 我们就纯粹觉得对方太像好朋友跟家人 然后已经没有情侣的火花很久 好一阵子 然后就觉得 诶我们现在跟普通朋友有什么差异吗 没有 然后讨论 花了好多的晚上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觉得啊 果然没有 然后就分手 然后分手的那一段时间有 就是我们有练习分手 哦什么意思 我们12月的时候在练习分手 我们分手练习分手一个月 然后我们试 我不太懂你们怎么练习 我们试试看看不要碰对方 然后我们不要叫对方宝贝宝宝 我们不要 然后我们也不能塞奶 我们讲话声音不可以是 巴巴 不可以这样 你们平常会这样吗 对啊 哈哈哈哈 对话 那个情侣交往不这样吗 不会 哈 我懂啦我懂啦 我跟爱妮讲话不会 我会变 可是那个有点 那个有点 像躺老牙 对 但就我们练习一个月 你肚子饿会说会怎么说 饿的 哈哈哈哈 分手练习的时候怎么说 诶好饿哦干 哈哈哈哈 好像有差 有差 对然后无博弈吗这样 然后就发现他更爱你了 没有没有没有 发现发现我们两个都觉得很OK 哦 然后我们还一起去日本玩 玩完之后决定要分手这样 就还是果然是朋友 然后我们分手这样 哦做了很多测试 做了很多test 这样算很成熟的分手方式 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有 彼此有约会对象 我们一定都是 GO 诶干哪你跟他怎样 加油 我觉得你分手态度超成熟 不知道为什么跟黄紫娇会弄成这样 你真的 Holy shit 哇这回旋标 I did not see that 我I did not see that coming 我觉得你就把 又打回来是怎样 对对对就是你要尝试试试看 没有那么难的 因为刚那个算是以他的年纪 27岁这样非常成熟 27岁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说 啊前男友有看到吗 就在那影片下面留言 然后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我的歌是会配PPT 现场会放头萤幕 大家不知道那个头萤幕 是菜头在帮我用的 你马上当工具人哦 没有我们本来就互相帮忙好吗 嗯 这样子 那你跟他分手以后爆红 他有没有心理有点不平衡 没有诶 他有一天还跟我说 诶其实 我看你这样我很替你开心 因为我手机里面现在还有很多 你以前哭的影片 然后我现在觉得还好你红了 这样 等一下他可以拿出去卖这样 哈哈哈哈 什么样哭的影片 就是我很常会哭啊 就是觉得 唉 怎么都 然后做不起来 然后会哭 你说就是在消沉 消沉 我太消沉了 然后弹吉他弹到哭这种的 是八月之后的事情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哈哈哈哈 你这什么隐秘的回宣表 还不是一样 不过说真的 这个我真正因为喜剧而忧郁的那段时间 完全是在 可能是前年底 哦是凯莉 你可能跟凯莉讲那样 我跟你 那个时候超忧郁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忧郁 是因为凯莉的错吗 对啊 是不是因为我 凯莉的光芒太亮了 不是啦 又是一回事 还在那边教你 没有没有 的讨厌阿姨 没有没有 那时候就做不起来嘛 然后很想哄 就觉得 欸我明明有才华 为什么没哄 这样 然后很想要靠这个赚钱 因为在前年的 九月十月后 我离职 离开嗨卡工作 所以我变全职 因为收入不稳定 然后加眉红 然后各种就是 又很喜欢这件事情 很喜欢喜剧 但是总是在被他 被他欺负 被他打击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我那么爱喜剧 他就让我那么的疲累 这样子 可是一定很多这种人吧 对 对啊 这听起来就像是 每一个喜剧演员 喜剧演员都是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说很多人 喜剧演员他们是有兼职的 比如说还有在当写手 或是什么 但我没有 我是全职 而且你们知道 其实这个很drama 是因为在po分手歌的前两天吧 或前一天 我还在104找工作 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 哇 然后我觉得我要 我要找工作 然后我去投履历了 这样 你找 那时候找哪方面的工作 我好奇 可以讲 我其实找了很多工作 然后大部分都是需要用到日文 因为我在学日文 然后日文还ok 但是 有一个是我真的已经投履历的 那个地方 我要讲咯 讲哦 上班不要看 上班不要看 怎么会用日文 没有没有 那个没差 就是他单纯对老板的幻想而已 靠杯哦 那你有透过私人关系 跟呱吉说 我有投履历吗 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 上班 那时候上班不要看 还没有释出履历 你那是那么多人在那边欸 对啊 那时候上班不要看 没有释出那个 在征裁的那个 所以你一定是走后门啊 我就逼你froggy chew 他说 不好意思 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想说 你用IG私讯他 然后说想要找工作 FB FB意思有差吗 FB大家用的更少了吧 然后就投履历 然后后来没有被录取这样 你有email人家吗 有有email人家 还做了一份履历 然后就是 精美的履历 但是他们后来跟我说 我懂啦 因为我其实不是真心 想要那么全心投入在幕后 我一定是有一个目前的心 所以我可以很理解他们 为什么没有来 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在找幕后的人 他们在找企划 企划 OK 分首歌的前一个礼拜 我真的每天都在翻104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就 边翻104边哭 为什么 为什么我又要去找工作了 为什么又是这个循环这样子 那你那前年年底 你对英语喜剧非常犹豫 你怎么走出来的 我就是 其实这都是一阵一阵的 就是那时候是 英语喜剧做不出来 所以我做短剧 然后做短剧做得还蛮开心的 虽然不红 但是我做短剧做得有一些心得 个人短剧 然后后来就遇到HahaLand嘛 HahaLand后来就交割 交割后来就 三个月后就爆 然后爆了之后又 就有其他的犹豫因素 其他犹豫因素 然后再继续创作 然后就像到现在了这样 没有听起来就像是说 做喜剧创作会有的 Forever的cycle 可是感觉这些东西 都是给你继续创作的养分 现在往回看都很简单啦 当下在头一零四 都不觉得养分吧 对啊当下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我今年要把日文考到N万 然后我考到N万 我明年就是去日本打工度假 半年一年 然后我假日就花时间 去看他们的搞笑 因为我都 我到时候应该都听得懂 原本是这个心情 然后就去一年 然后我去吸收那边 最直接的搞笑精华 回来带给大家 全新的一层这样子 可是日式的搞笑 在台湾是走得通的吗 欸其实我自己 是把自己归在日式 就是像达康 面白 然后猜贯 有点像是慢财 慢财 双人的 TOKO SHOW的感觉这样 但其实 因为其实我是单人 但日本也有单人艺 单人艺人 所以 其实他的思考逻辑 就是我觉得跟美是 差在哪 差在哪喔 就是他不是那么讲究 我自己觉得没有讲究 那么反转 或是逻辑的东西 他是比较像情境吗 因为 如果是慢财师跟你来讲 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的东西 就是很情境的 搞笑 他并不是 one liner 一句话 然后下一句话 反嘴让你出乎医疗 他是比较是一个情境里面 他是一个短句 情境里面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这样的事 很荒谬 很荒谬 对然后 因为我以前做美是的时候 我也有曾经试过想要讲 就是 比较昏的 然后比较 攻击的 昏的是 新三色的 新三色 然后我就觉得 啊 怎么那么心虚 就我也不喜欢那个自己 然后我一直 其实 说真的就是 就是我看很多Netflix的 Stand up的 那个专场 的那些影片 我都觉得 有几个很好笑 但大部分都笑不太出来 对你来说 可能美式 并不会打中 不是我的口味 不是我的菜 然后 不过日式你看 你就会一直笑 狂笑 爆笑 这样子 但是 其实也是因为菜头介绍很多给我 然后我就 开始喜欢上这种 这种搞笑方式 觉得很好笑 每天看 你那时候想要去日本 等于是吸收那里的养分 你知道去那里生活 要去哪里 看日式喜剧吗 其实我 应该是要去大阪啦 因为大阪是日本的 搞笑的 搞笑之都 搞笑首都在大阪 所以反而不是东京 但是其实我最喜欢的 搞笑团 最近非常新喜欢的是在东京 所以其实 其实东京好像不错 因为大阪也会 也会去过去 去那边表演 所以他们有那种 漫才club吗 是不是 随时可能想去就可以去 还是你要去看 他们的固定的秀 是不是吉本新业 有他们自己的 我这是年底的时候 跟菜头一起去 我们真的是见识到 他们太强了 他们是一整栋 很像百货公司一样的 然后一楼是 什么贩卖部美食街 但二楼是他们的剧场 然后他们是 都是一几本新业 就是南波花月这样 南波花月剧场 剧场 然后对面是漫才剧场 但本洞也有剧场 然后有几本新喜剧 还有很多漫才师 而且是 在电视上 非常活跃的漫才师 都还会在那边讲 没错 所以我们有点像是在追星 就是天哪 天哪不是 和牛 天哪 这样子我们就一直这样看 然后 真的很酷 因为他们的周边 商店 人超多 然后大家全部 他们都是明星 他们每一组 每一组都是明星 好多个明星聚集在一起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看 1月2号 2023年1月2号 是 就是出校 就是 那个是新年 他们的 第一场之类的 对出校 所以是 早上8点卖光哦 早上8点的场 怎么会有人 早上8点想去看喜剧 而且8点的就卖光 而且8点来的 就是大咖了吗 大咖 超大咖 大咖还愿意 早上8点 早上8点 然后 他们叫Miki 他们是一个 兄弟的漫才组 艺术场 你们知道现在8点吗 这样子 这样开场 对 你们知道现在8点吗 都是年轻人看8点厂 还是老人 我觉得是各种年龄层 哇 对 很 很震撼 就很成熟的产业 也是很成熟的文化 对日本来说 没错没错 真的 这样看一场 大概多少钱 那时候看 1000左右的台币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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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这样 所以那是一个正式的秀 正式的秀 然后很长 因为前面有几本新喜剧 可能半小时 然后后面可能有 五六 六七组的漫才十 很便宜对吧 1200很便宜 很便宜啊 那你有觉得 博恩卖太贵吗 确实我会买不起这样 好厉害哦 强暴了 太厉害了 日文要多好 可以看这些东西 其实我现在只有N3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有听懂六成吗 因为有些是动作的搞笑 是很好懂 而且他们有些是节奏段子 你不用听懂语言 你说鼠来宝吗 我随便讲的那些 你有办法解释吗 我超越真的思考 这也是我学日文的原因 因为日文的促音或长音很有节奏 他们光是语言本身就很有节奏 然后这样子 反正去现场看 有时候不一定要听懂语言 但是光听懂他们那个音率 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笑 你真的对这个东西很有爱 对啊 就是讲这个的时候 眼睛都会发亮 跟刚刚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就是没有PTSD的人 你走出来了 我感觉好开朗哦 好开朗哦 这样子 那你的这个短片啊 像是什么分手歌啊 爆红之后 真的就可以赚到钱了吗 很扯哦 一月的月收入哦 两千块 两千块还可以这样 你好开朗哦 你放什么吃 要吃什么 但是但是就是因为之前就可能 十一二月是赏演技嘛 然后就可能存一点钱 然后一月是这样 所以就很不稳定 但是因为自从这个分手歌之后 就很满多邀约 所以目前都有在谈一些工作 但现实上可以确定的就是 下个月的温饱不用顾虑了这样 我觉得怡辰的表演方式是 很好商业化 其实比 就是传统stand up 好商业化 你觉得这样理解是OK吗 我觉得好像是耶 因为有些可能 家庭日那种东西 就是大家明明是在野餐 然后你去讲Stand up 谁会理你 对 可是唱歌的话 大家比较容易 对 然后甚至 因为我有一些就是 其实是没有笑点的音乐 但它是有趣的音乐 然后我在这时候 我也可以一并拿去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 啊是轻松舒服的表演 因为我们在吃东西 我们在野餐 我们在玩游戏所以那这是一个背景音 所以光这个好像就可以接一些大家不太有办法接的 对 对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模式 你就没有再焦虑了吗 就是你接下来有没有比较好方向 还是你就觉得啊 就是开心就好 走一步算一步 我现在啊 我也没有办法规划到可能两年三年欸 但我我有因为这一个分手歌 本来我今年的目的是 9月10月吧 要办专场 但是因为这个分手歌我觉得大家可以要趁热 所以我现在就是6月30要办专场 然后我三月底要开卖 然后因为白灵果的关系 今天会来白灵果 所以我就是上礼拜赶快把所有信都确认 啊 确认是6月30 OK 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说6月30要办专场 你真的很聪明 我真的 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宣传 你知道现在 因为你知道索尔 索尔喜剧演员都在今年办专场 今年好多人要办专场 我在说到就是 超多的私讯了 我想说哇塞 我以为你不用 结果就这样回马车说 哦 我要办专场 那我们继续再聊一下黄子椒好了 哇靠 我们不挖一下 诶这对不起我们自己吗 别这样 但是就是对 赶快把它确认下来 我本来是要9月10月才办 你要在哪里办 Comedy Comedy 哦那就Comedy Plus 好好那你去那边办 老板老板好 早在这边 继续加油 对 我把它包装成像演唱会一样 所以欢迎大家来这样子 那你会找就是来宾跟你一起唱吗 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干 好问题 因为我这礼拜要约日经江语人 哦 对我想要跟他一起合作 嗯 然后去 因为想说有些 你有约到他了吗 有约了 然后他答应了 哦 ok ok 想去另外一位 不要怎么播这话说 fuck我根本没有答应 他目前是答应啊 目前是 然后这礼拜就是会跟他约 谈比较细节要怎么工作 但是目前感觉是 他现场可以帮我把一首 本来比如说月老子歌 像这样子的一首 本来很无聊 只有我一支吉他的歌 然后把他变得比较丰富 这样子 哦 因为他就是很多会很多乐器嘛 你说今天可以 在我们节目上唱一首 可以啊 但我好笑 我吊吊吊 好 你先吊吊 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所以要唱痛哭的人吗 诶 对因为这首歌很多人都说 这是痛哭的人的改编 填词这样 但其实是 你说哪一首歌 分首歌嘛 嗯 因为分首歌 我跟大家说分首歌是 忍住眼眉 忘掉伤悲 掐着大腿 但是痛哭的人是这样 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 是不一样的吧 但是很多 有一点点差 可是有一点点ideas 有一点点ideas 有点相似 确实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分首歌 如果要写得很抒情的话 不就 听起来就难过死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诶 我其实有好好思考这题 我可以讲吗 可以啊 就是因为你有问说 为什么要像500一样唱歌 嗯 然后我有思考这题就是 你看那个模仿节目 就是 大家模仿 张慧美 或是江慧阿令唱歌 大家会觉得 哦 好好听哦 但 大家模仿500的时候会笑诶 对 对 对对对对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 可是当明就觉得500是神 是神啊 可是我觉得是要看男生 我觉得女生模仿就喜感特别强 我觉得因为500那个曲之后 他真的住 之后他震得住 其他人都感觉好像在 在装 对 在装 他那个曲之后他 他唱才会帅 对 所以你是真的有在想 就是500的唱腔 而且完全就是想要致敬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真的 他真的 就是怎么会有一个情歌 是这么的悲痛 然后悲痛 大家用这种方式唱 然后当 当情歌悲痛成这个程度的时候 竟然好像会有点 有喜感 然后带来这种痛哭的人 你们不会唱哦 爱上你 唱歌就不曾后悔 离开你是否是署名的罪 执鼻的就为我浑身欲裂 撕压着我的眼泪 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 是否我对你还有些依恋 一到了尽头 无法再回头 我不是全都想过 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 是否我对期待你的出现 能够相信相信我自己 不见得荒诞的我 痛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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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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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笑出来 你笑出来 我好像这个问题不下来 我 我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也很喜欢 你该不会是第一次听到吧 不是我很喜欢舞台 我会唱可我不想要破坏 我觉得你唱很好 我会破坏 你放在那儿 那我再唱第二遍好不好 我们来破坏看看 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 是否我还期待你的出现 无法再相信相信我自己 肤浅而黄澹的我 痛哭的人 哇好爽哦 这歌太难得太开心了 太爽了 这么痛哭的 他在痛哭耶 真的好爽哦 你知道我去加拿大 刚去的前几年 一年两年吧 那时候我少数有带过去的台湾的CD 就是500的CD 真的吗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 薄薄到他就是刮坏不能再 那时候就那时候在想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能回来嘛 所以就是 是哪一张 那是第二张 后来我爸爸回台湾 然后带去的第二个就是 有那个回忆 有回忆啊 就挪威生理也是同一张嘛 对不对 对啊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样 好好听哦 好爽 这个真的停不下来 会一直想唱 不过来 怡涵加油 怡涵加油 谢谢 谢谢 而且我发现就是他唱得太好 我觉得这一集可能在YouTube上面 我们不能开monetization 对有可能会被 我刚才会黄飙到 我每次唱都不会被抓 但你刚刚那个应该不行 可是那时候阿德 在阿德节目也有唱 他们本来就没有在盈利吧 哦是哦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谢谢 谢谢 开心 谢谢